小鳳鴻說我們收集的晴朗天理資訊已經足夠了 所以將我們傳送來這個會下雨的地方 想我們收集一下關於雨天的資料 我想真的快要下雨了 你看看 蜻蜓都出來了 他們出來和下雨有甚麼關係 因為快要下雨的時候 蚊蟲就會開始活躍 蜻蜓都要把握機會開始捕食 原來是這樣 但不要多說了 好像真的快要下雨了 我們先找地方避免雨吧 其實我真的不太喜歡下雨 因為到處都濕滑滑滑 我也不知道怎樣探索好 小鳳鴻打來 小鳳鴻, 你好 果然真的下雨 你們對這次的探索方向有甚麼想法 暫時沒有, 你有沒有提議 那不如你們先聯絡村長 看看他能否給你們靈感 好主意 那我們立即打給他 好啊 村長, Hello 很久沒見了 你近來好嗎 近來好啊 好忙啊 我天天都要處理不同的村務 不過最近很多朋友進來村路玩 很熱鬧啊 你有你忙碌 好, 我們就在這裡看雨 那些雨不停下 我也不知道去哪裡探索好啊 下雨呢 其實正正給我們一個良好的機會 去探索的 你知不知道 動物在下雨天的時候 大部分都會展現不一樣的行為 真的嗎 當然啦 在下雨天呢 動物都會想方法去應對這些不一樣的天氣 還有啊 他們還會利用這些天氣 這些下雨天呢 帶來好處的 那我們準備一下 向雨天出發 嗯 那你們就快點去探索了 是啊 如果你們有些特別發現的話 記得跟大家分享 我不說那麼多了 你們路上小心啦 我們會小心的啦 多謝村長 拜拜 拜拜 為什麼會下雨呢 海洋或者地球表面的水 會被蒸發到空氣中變成水氣 隨著高度上升 氣溫都會隨之下降 變得越來越冷 水氣就會在灰塵表面上凝結成水 當這些水聚集在一起就會變成雲 當雲裡面的水滴不斷聚積變大 慢慢就會因為過重 而從雲層落到地面成為雨 我們從炎熱天氣所在地過來 沒有帶任何雨天探索裝備 是信信 我終於找到你們了 信信你也來雨天探索嗎 是啊 你還帶上雨天探索裝備 是啊 難道小熊熊擔心我們 所以叫你帶上裝備來匯合我們 是啊 我已經準備好和你們一起探索了 太好了 有了雨天裝備 我的信心馬上回來了 等一等 感官司法列 看看 你看看 是蝸牛和潑魚也就是鼻涕蟲 在太陽高掛的時候 牠們會躲在濕潤的泥土裡 在下雨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見到牠們了 為何牠們好天不出來 根據資料附顯示 原來蝸牛和鼻涕蟲 都是由水組成的蜂竹動物來的 牠們要保持濕潤才可以生存到 現在正在下雨 所以牠們全都出來了 是啊 為了避免脫水 鼻涕蟲和蝸牛這些蜂竹動物 會分泌一層黏液去覆蓋著牠們的身體 但是在熱熱和乾燥的天氣之下 牠們的身體都會減少近50%的體重 所以下雨就是一個好時機 讓牠們補充水分和恢復原本的體重 我明白了 所以在下雨的時候 牠們可以更容易移動到其他地方 尋找食物或者伴侶 而我們也更容易見到牠們了 讓我記下來 再跟小熊說, 讓牠們研究一下 魚仔是青蛙 牠竟然不怕淋雨 直接站在雨裡 你看, 牠身邊有淋 可能牠在看守自己的寶寶 我們快點拍下這個畫面吧 那不如我們現在去看看 生活在樹上的動物吧 好… 魚毛剛才拿得這麼密 我們現在可以看得清楚一點 那裡是隻金剛鸚帽 根據資料庫的記錄 很多雀鳥的羽毛上都有油脂 令到羽毛可以達到滑水的效果 牠們的羽毛就像你的羽衣 和我們白癡一樣 令牠們在下雨的時候 都可以在天空中飛翔 我看到樹上那隻 無湧湧的動物 那隻是樹懶 牠們的毛髮本來就有滑水功能 這樣即使牠們在雨裡倒吊著 水也可以自然滑走 不會影響樹懶的行動 樹懶真的很有趣 我想到另一種動物 是樹熊 樹熊的毛髮看起來很鬆軟 就像我家裡的熊仔玩具一樣 其實牠們背上的毛髮質感很粗粗 但是就可以防水 根據小熊熊在2020年的發現 有些樹熊會在獄中或者獄後 舔走留在樹礦上的水珠 用來補充水分 這個發現真的很特別 根據之前的觀察 樹熊還會主要透過吃油加利葉 去吸收水分 我們要多留意大自然的變化 再將資訊分享給大家 雨天探索真的很特別 只要我們保持著探索的口心情 任何天氣下都是探索日 各位小朋友, 我們要繼續探索 下次見 再見… 再見… 想知道牠們在做什麼? 記得留意下一集 下集囉